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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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 哈喽 大家好 我想大家一定知道 从5月初开始的每周日的下午 在东单篮球场的日落东单的活动 今儿我就来看看 在街球胜利打球的人都穿什么街 好多人说东南人街球胜利 你觉得来街球胜利打球 得穿什么鞋带 得穿比较牛逼的鞋呗 今儿戴哪双鞋来 11楼的东外线 我一般穿over2 乔和帅 因为我感觉挺跟脚的 挺舒服的 带了一双KT10 KT10是这个秋天最好的球鞋 然后还有一双KT10 KT10是这个秋天最好的球鞋 这是七一 为什么带KRV呢 因为KRV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一定带KRV的 你有偶像不是麦迪吗 这个怎么说呢 麦迪的鞋现在阿迪做的太烂了 所以没法穿 对吧 元年的鞋已经太旧了 也没法拿出来穿 所以我只能选这个现役的 我能找到鞋的偶像来 就是这双KRV AD 对吧 而且非常特别的好穿 这个PGY 对 你觉得为什么戴这双鞋 我觉得这鞋舒服 舒服 对 包裹性比较好 包裹性比较好 不容易受伤 不容易受伤 今儿戴的是PG1断钩 因为我觉得PG1的性价比挺高的 就800多的鞋来说 我觉得配置也挺高的 而且XDR的底 打外场抓地力很好 这肯定不是来打球的 我想打去年打了 今天打不了了 这是跟剑断了 跟剑断了 对 今儿戴了这双Hyperdown的2011来打球吗 对 戴了两双鞋 戴了两双 对一双16一双11 包裹性比较好 包裹性比较好 而且在高帮 我更倾向高帮鞋 崴脚崴出阴影了 崴脚崴 对对 那女 作为一个女生来说 你觉得最好 最舒服的实战鞋是哪双呢 所以女生来说 肯定是李宁吧 我觉得 李宁 COBA的吗 对对对 我职业选手 不是不是 您今天带的哪双球鞋来呀 我带的那个 就经常穿的一双 是毒液舞 这个啊 是吗 对对对 您知道 对对对 为什么选这双鞋啊 啊 这是我去年买的 在网上买的 去年在网上买的 对对对 你觉得它舒服吗 对我觉得它一个穿上比较 轻便一点 轻便 啊轻便 怀管鞋 啊怀管鞋保护有好处的 你觉得最舒服的实战鞋是哪双 阿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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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戴的 2017 他为什么没带那双鞋来 这鞋留着打室内室 室内 觉得PJ1更适合室外 对 因为它底儿比较耐磨 哦对 科比六代 科比六代 我最喜欢 对 科比六代 哦 这有年头了 所以就没带出来打 哦对对 那之后准备买哪双实战鞋吗 欧文三吧 因为我之前的一辆二代都有 然后三还没有入手 但是应该会 试了吗 试了 其实还是有点硬 太硬了好吗 对 但是因为是球迷了 应该还是会玩 其实今天我也是来打球的 那我那的鞋呢 是我最喜欢的这双 Hyperdown Hyperdown2012 其实关于这双鞋 这个系列的鞋 咱们还有几多可以聊的 下期就聊它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